大家好 我是阿贵 我們是打假和講的 我就在今天台灣最火熱的議題 除了蔡同學的林國潤 那在今天非常多人討論 尤其是綠媒 綠民主還有這些民進黨 一直在討論瘋狂操作的 也就是消失的復必胎 因為就在昨天這個首批從盧森堡 運來台灣的這個第一批的這個BNT疫苗 當時我們在盧森堡準備要運來的時候 我們都有看到非常大的字樣 也就是復必胎的這個布條 結果很奇怪的是昨天運來桃園機場的時候 他們要準備卸貨拿下來的時候 這個復必胎的這個布條卻消失 所以今天非常多媒體 都在熱烈關注這個議題 尤其今天這則新聞也寫得非常清楚 這個桃園機場的勤務人員 專貨艙復必胎消失 然後接機的長官要求 今天就登了這個大大的標題 真的是震撼台灣人 那那完就寫啊 這個我手批BNT疫苗 昨天抵達這個桃園機場 在盧森堡上貨時 冷凍櫃外掛著簡體中文的 復必胎字樣的布條 但是三個冷凍櫃從機艙卸下時 布條已經消失不見 那這班盧森堡貨機抵台 只看到消毒人員 站在艙口應付著噴灑兩下 接著就有一名陶勤人員爬入貨艙 隨後又將艙門關閉 直到BNT疫苗出艙 這名人員都沒出現 布條也在這段時間內消失不見了 當時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覺得那個人應該叫哈利波特 他可能拿著這個什麼神奇的魔杖 啪條就不見了 然後啊 今天比較讓大家關注的key point 所以你就在於啊 其實這些貨物在運來的時候 重點在於海關尚未查驗 放行的情況之下 都不能做任何的動作 所以這才是引起大家誇然 並不是今天他貼什麼復必胎 貼什麼 各位朋友啊 因為這個是攸關什麼 這也攸關防疫啊 因為這批貨也是從歐洲這樣送過來 我們之前也說過冷鏈 也有可能是這個傳染新冠的途徑 所以當你這批貨下來的同時 你都是必須要由海關全面都要查手檢查完 你才能怎麼樣 才能拆掉啊 開始在那分裝啊之類等等 這都是基本的ABC常識吧 然後內文也寫得非常清楚啊 這個在海關尚未查驗的情況啊 進口貨物啊 如果擅自改裝啊 有違反海關氣絲條例的第35條規定的疑慮 對於這項是否違法 僅負責航機貨物裝卸作業啊 所詢事項無法說明啊 那知情人士透露 街機的長官清晨到這場要求 不能讓媒體拍到復必態 首先下令起滑除的人員移除不條 遭滑除以這種事無法做拒絕 長官只能協調淘情去執行啊 所以各位 基本上啊 這所謂知情人士透露 韓國人長期對於知情人士透露 我當然都是表達什麼 都是表達懷疑 我昨天也看到非常多綠媒的名嘴 都在說你看 知情人士透露那是誰啊 趕快叫他出來啊 但是各位 我們今天我們還是要看完整的文章 今天淘情應該就不是知情人士了吧 淘情回應是說 僅負責航機貨物卸載作業 所行事項無法說明 各位key point 來了 無法說明是什麼 就代表是黑箱啦 對不對 這有什麼好不能說明的呢 你們拿下來就拿下來啦 對不對 就一個這麼簡單的布條 各位朋友 你綠營是怕怎麼樣 這個一個布條就可以 嚇死人就統一了是不是 我真的覺得台灣有病到了極點欸 一批貨物這麼單純的東西 真的是要救人民 然後人民也等了好幾個月的BNT 馬上一來就在那搞政治的動作 我當下我看真的噁心至極 淘情的人員說無法說明 那就是什麼就是黑箱了嘛 而且key point 來了 今天明明他在盧森堡上貨時 這個冷凍的櫃外啊 掛著簡體中文字的 復必泰字樣的布條 當時我們大家都看到 所以今天key point 來了 我們蔡政府 尤其我們行政院 當時是怎麼要求的 他們都寫原廠製造 原廠標籤直送台灣 今天這一切都是民進黨自己訂出來 你都要原廠怎麼樣 哇原廠都是完好的送過來 所以當時在盧森堡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貨物就是怎麼樣 就是原廠出來的啊 所以上面有復必泰的布條 也都是在原廠出來的範圍啊 難道不是嗎 所以今天民進黨自己告訴人民 叫復必泰沒關係 就硬腰轉彎了 我們就算了 但是你告訴我們就說 這個從原廠過來會比較安全 然後怎麼樣 為什麼一直要講原廠 因為是怕說 上海復興 如果這一批是從大陸 再來台灣 會不會被動過手腳 對不對 之前韓國人也告訴大家 民進黨的這個菜培會 說這個復必泰是由這個 中國大陸代工的嘛 所以當時就引起很多人話來說 哇復必泰這樣能用嗎 被中國大陸怎麼樣 一定裡面惡搞啊 放食鹽水啊 反正很多網友都天馬行空 亂流亂流嘛 那後來也是被打臉是一個大謊言 現在也沒事嘛 所以就在一堆你民進黨定下來的規矩之下 人家從盧森堡運來 他的樣子上面就是有復必泰的步調 所以這就是他原來的樣子 所以今天沒有看到復必泰 我管你今天說什麼 不是昨天有說這個永齡 郭台銘也就是永齡基金會執行長羅又彤 昨天上午回應 關於裝箱外觀的部分 在德國因廠商宣傳的慣例 有張貼非捐贈單位 向政府說明的字樣 事先並未告之 因此要求抵台移除 各位朋友 我不管你今天永齡 幫政府要互相配合 你才能達到這次疫苗 我也覺得郭台銘他們也蠻囧的啦 但是各位 我要講個key point 就是你今天明明是你蔡政府 定下來的規矩 就是原廠原封不動的送過來 那怎麼今天卻是我們自己破壞了 各位朋友 你今天你把那個布條卸下來 我不管你用任何原因 我不管你把責任推給是郭台銘他們 那你等於今天你已經改變了 這整個原廠的什麼 樣貌啦 他在原廠我們看得清清楚楚 在盧森堡我們看得清清楚楚 上面就是有復必泰啊 所以我們大家是不是可以嚴格的懷疑 這批貨是不是被掉包 對不對 因為就譬如說我今天我去網拍 我買東西我看到這個貨物 譬如說上面有蝴蝶結 結果過來沒有蝴蝶結 那我是不是說這個貨物是有問題的呢 當然可以啊 我可以提出質疑啊 這麼簡單的道理 民進黨還可以怎麼樣 今天一堆綠媒都在操作什麼 像這則綠媒就寫啊 接中國大陸設局喔 宣傳啊 石板銘膚 拿掉複必泰布條理所當然啊 那這個所謂的石板銘膚啊 這個台灣又開始拿這個 所謂的日本產經新聞社 台北之局長的話語拿來怎麼樣 好像又要來打臉這些 不同意民進黨 不同意這一次布條被拿下來的人 我當下我看到都傻眼了 他怎麼樣比例呢 石板銘膚認為啊 今天這種事情啊 跟復必泰沒有關係 那只是一個代理的店 佣金也賺了 因此把東西直接貼上標籤 是蠻奇怪的事情 他說拿掉是理所常人 他也說也有人比喻啊 某人送女朋友一束鮮花 花店老闆已經賺了錢 又把自己的名字貼在花上 有人把名字拿掉之後 旁邊還有一群人說 不許拿不許拿 他認為這是蠻奇怪的事情 他就是在叮什麼 在叮韓國人這一些 不同意他們民進黨 把這個布條拿掉 或者是國民黨 反正就是叮這些人 結果他這個文章馬上怎麼樣 除了綠媒操作 說綠網軍打馬漢將 馬上怎麼樣把他PO出來說 哇很好的比喻 然後就有1.1萬人按讚 我當時我看到我真的笑翻 看這些綠營每一次 有可能失分的議題 就會出現這種很荒謬的這種故事 然後很多絕情都會怎麼樣 哇都會埋葬 我雖然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說不定是網軍啦 這麼低能的故事 但是韓國人幾句話都講完了 如果今天你說 這個某人送女友一束花 然後那個老闆 卻把自己的名字貼在花上 很怪啊 那花店老闆已經賺完錢 為什麼花還要出現老闆的名字 各位朋友啊 請問這個石板鳴夫 請問你們這些綠網軍 還有這些綠媒 如果你們認同這個話語的話 那你怎麼不說 這花裡面已經是 刻滿老闆的名字啊 就這麼簡單的道理啊 各位朋友 今天那個箱子一打開 你不管你今天 你把外面所謂老闆名字 也就是把復必泰給拿掉了 而且復必泰也不是老闆的名字啊 復必泰是這個 所謂的BNT的中文名字啊 但是你把那個布條拿掉了 裡面疫苗 它的盒裝全部都是什麼 全部都是印有老闆的名字 也就是復必泰 還有復興醫藥 所以你看嘛 這些人鬼扯幾句 韓國人就一巴掌打回去了嘛 就像這次新聞寫得非常清楚啊 今天也公開這個盒裝裡面的 的內容了 今天也寫啊 拆除復必泰布條也沒用啊 首批93.3萬的這個 BNT照片曝光 瓶身外盒人有簡體字啊 就像韓國人講的 老闆已經把他名字 割在花瓣裡面了 你怎麼不講出來 今天我們就清清楚楚看到 哇我都很驚訝耶 他盒子上面就清清楚楚 就寫著復必泰 還有所謂的復興 然後他內容物啊 內罐啊 裡面也是用著簡字去寫的啊 各位朋友好不好笑啊 你把一個布條撕掉了 然後請一堆綠營名嘴 然後拼命的去攻擊別人說 啊你們這些對於布條撕掉的人 幹嘛要這麼捍衛啊 你們是不是怎麼樣 啊你們是不是幫中共在那背書啊 又要把人家抹紅 又要在那鬼扯一番了 完完全全忘記之前行政院說 尤其又是綠營很愛說 一定要原廠來 蔡同學當時也說 啊要跟原廠才有保障啊 結果今天你們自己先改變 原廠送過來的面貌了 結果現在一堆人還跳出來背書 然後又被韓國人打臉 你看到內容物更好笑 裡面卻充滿著復必泰 又充滿著復興醫藥 所以你看今天非常多新聞的標題 尤其綠媒都寫啊 復必泰這個布條招扯下啊 監禁被迫啊 你看還說這是大陸的監禁 各位啊 腦袋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啊 你去查過去 尤其新加坡也有跟台灣同樣的狀況 拿到這所謂的同樣的外觀的復必泰疫苗 當時新聞就寫非常清楚啊 和輝瑞相同 新加坡將開始施打上海的復必泰疫苗 這是上海復興代理的復必泰 也就是BNT疫苗 當時媒體的照片清清楚楚 如果這個照片是在新加坡的機場的話 它上面也是一樣是復必泰啊 所以今天這些綠媒還有這些綠民嘴 還有民進黨你們的意思是說 運到這個所謂的新加坡 叫復必泰也是在統戰搞分化 也是中共的監禁 是這樣的意思嗎 哈囉有沒有腦啊 你不要說這個新加坡 香港當時從飛機下運下來 也是有復必泰的這個布條啊 各位今天他們是代理商 他們做的都是一致 就好比今天我們在台灣要買名牌車 比如說像賓士 賓士就有他代理的廠商嘛 所以我們每次看廣告 基本上都會看到什麼 啊他講完這台賓士車 後面就會說某公司代理 所以你們的意思是說今天 跟他們宣傳自己某公司代理 都是不對的事情嗎 我真的覺得已經反制到了極點耶 而且就像韓國人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你看這綠媒就寫什麼 啊偷吃我豆腐啊 上海復興泡復必泰不調照啊 來台後不調不見啊 陳時台說啊買方決定移除 就是把責任丟給這所謂的郭台銘他們 所以你看陳時台 你今天也是怎麼樣 啊你的行政院當時說 就是要原廠送過來 那怎麼你們可以改變原廠的要貌 那我們是不是要懷疑這一批 是有被你們惡搞過了呢 為什麼今天一定要做這種 沒必要的政治動作呢 而且最好笑的是啊 因為國民黨昨天有po啊 上海復興啊 這個絲掛宣傳不調照 你看還在講絲掛宣傳不調照 你看這些綠媒真的已經無良到了極點 什麼叫絲掛啊 你這個就是跟上海復興喬到的貨啊 不然呢 然後民進黨當時就罵 這國民黨po這個所謂的上海復興 他po的這張照片啊 他就說國民黨淪為中國大陸的子公司啊 我當下我看到我都怎麼樣 真的從椅子上摔下去了 今天你們這些人是得了什麼啊 聽到中國大陸就會嘻笑的疾病嗎 台灣人民被你們的意識形態 已經害成這樣了 已經800多死因為這次疫情 然後又加上我們的死亡率 又高達5%以上 就你們還有時間在那搞物條 搞那一些 然後自己定了一堆規則 自己又打破 本來之前是說原廠的標籤嘛 結果後來韓國人說啊 原廠標籤我相信應該不是簡體的中文吧 應該就是他們官方用語英文之類的吧 結果也不是啊 今天綠媒也報導 哇包裝有復興醫藥 復必泰的等檢體制 就像剛剛韓國人講的嘛 老闆已經把所有的他的名字 刻在花朵的花瓣裡面了嘛 所以最後啊民進黨團啊 對於這次復必泰的布條啊被拿掉啊 他們就回應說啊 無助防疫啊 還抹煞捐贈團體的努力啊 我看到這句話我就更火了為什麼 因為這些捐贈團體不管郭台銘韓國人講 五月底他就要捐了 結果你們民進黨跟他一直繞來繞去 不肯怎麼樣 真正幫助他們跑流程 最後郭台銘受不了說我要跟蔡同學談了 蔡同學才跟他接見接下來的流程 然後現在搞到九月多 可能要九月中才能開始施打 你們今天還有臉 人家在問你為什麼布條不見了 為什麼你要改變原廠送過來的樣貌 結果你卻是回無助防疫和抹煞捐贈團體的努力 你看真的是一群騙子各位 從一個簡簡單單的疫苗 你就可以看到民進黨嗜血的本質 他根本不把台灣人的生命放在眼裡 整天高喊人權其實都是騙你的 從這件事你卻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所有都是在搞政治 好像一直要阻擋台灣人民 跟中國大陸的好感前進一步 如果你們真的要走極端 為什麼不趕快台獨呢 你們根本沒中 因為你們只是一群騙子 結束